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lian 新年快樂 新一年又有新的COPPO 因為今天Dispatch爆了 袁彬和孫麗珍他們拍拖的消息 相信這個消息大家都夢寐以求等了很久很久 而袁彬他們也是下午正式應愛 所以恭喜兩位 其實他們兩個拍拖的消息 已經傳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由他們2018年拍自命談判 這部電影開始已經一直傳 因為男神女神配 大家都會覺得很想見到他們一齊 因為外表等等都很認對 加上他們的興趣也很投契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如果他們可以一齊就好了 現在就好像幫我們實現了公主和王子的夢想 而他們這次的聲明也有說到 原來是拍完《愛的迫降》之後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 所以他們就開始拍拖了 這個消息對大家來說非常興奮 加上最近就是《愛的迫降》播放一周年 相信對於劇迷來說 這絕對是最好的一周年禮物 其實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 即昨天也有記者預告過 明天會有兩對情侶爆出來 第一對就是最top的演員情侶 那就是現在公佈了的孫禮珍和元斌 另一對就是同公司的前後輩idol 這一對就還未被爆出來 所以都有點期待 最後是不是真的會爆出來 還是沒有這回事 但我和朋友之間在昨天的討論裡面 就有另一個關心的點 就是孫禮珍和元斌他們本身是螢幕情侶 螢幕情侶我們可以對他們充滿著無窮無盡的幻想 他們現在變成真實的情侶 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會發生 當然我們當然是希望他們百年好合、永結、童心 但Touch Mode有什麼事的話 他們的作品還未會幻滅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喜歡看《太陽的侯蕊》 大家都知道 宋偉喬和宋仲基的作品 但因為他們本身由螢幕情侶 變成真實的情侶 然後結婚 最後很可惜地離婚 現在我的朋友是完全不敢開《太陽的侯蕊》去看 他覺得本身是一部神劇 但因為現在知道他們離婚的消息 覺得有點傷心 和很難代入去看他們兩個的愛情故事 所以就不能再回看《太陽的侯蕊》的神劇 所以他今天知道了元斌和孫禮珍拍拖之後 馬上重溫愛的迫降 希望好好投入這個劇的氣氛 簡直是完美地投入到 不知道大家又會不會因為現實的緋聞而受到影響 去導致大家看或者不看一部劇 又或者你們自己喜歡不喜歡這個《男神女神配》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始終於為了 快樂 今晚安 asis 應該 是 aler衡 膽 質